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曲 李宗盛 成则醒 婚则定 成婚定醒 我们在课程前面有提到 周文王对于他的父亲王继 就做到了成婚定醒 由这一份孝心 也感动了全国的人民 企鹅效法 我在面对老师的时候 曾经有一位老师 他就跟我提到 他说地质硅里面有糟粕 糟粕就是米 处理完那些米壳 那些完全不吃的那些东西 他说有糟粕 那周围朋友 假如人家说地质硅有糟粕 那你会怎么办 要不要马上跟他辩论 辩论可能没什么效果 我们先用一个 千功的态度 请教他 请问哪一句是糟粕 我请教他 他就说 成则醒 婚则定是糟粕 那我接着又问他 您为什么觉得这是糟粕 他说一天啊 要问两次 太麻烦了 一天问两次太麻烦 那我接着呢 就跟这位老师说 我说 孩子啊 一大早起来 去跟父母啊 恭敬问安 爸爸妈妈早上好 妈妈一看 哇 儿子呢 额头发亮 代表昨天睡得很好 所以父母啊 很安心 那一大早就有 孩子的问候啊 让他精神非常愉快 所以一天工作啊 也很有动力 这是早上问安的好处 晚上 或者他下完课回来 跟父母 报告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您今天过得好吗 当他问候父母 父母一看 孩子的气色不错 代表啊 今天在学校的学习 学得很好 应该啊 没有跟同学起冲突 所以 父母啊 也很放心 所以早上问一次 晚上问一次 就会让父母啊 心里面 比较放心 比较安慰 那我们为人子一天啊 才念父母两次 请问父母一天 念我们多少次啊 有一位妈妈曾经跟我说 他说在春秋的季节里啊 温差变化特别大 所以为了怕孩子在半夜啊 因为踢被子 所以招凉啊 他们盖被子啊都盖得特别薄 因为被子盖得薄 所以他们睡到一半 半夜就怎么样 自己冷醒啊 那赶快去看看孩子 啊 确实 没盖好 帮孩子盖被子 各位朋友 父母连在睡觉当中啊 都不忘关怀侄女 那可想而知啊 父母一天念我们多久 时时刻刻啊 在关怀 说到这边啊 在我的记忆里面 也有很深刻的印象 半夜都会突然感觉 有人啊 帮我们盖被子 眼睛迷迷糊糊打开 有时候是爸爸 有时候啊 是妈妈 而父子母子之间的亲情啊 就在这个当中啊 有很自然的一种互动 所以我跟这一位老师说 我们当子女的啊 尤其年纪还小 很难说啊 在生活 在工作当中 甚至在经济收入当中 能给予父母什么支持 我们还小 做不到 但是最起码 要让父母 少超我们的心 要让父母啊 放心 所以成婚定型啊 就能落实 让父母啊 放心 这位老师啊 听完以后呢 他就说 蔡老师啊 你的中国文化学得不错 那当然我很不敢当 称惶称恐 结果 他突然啊又说 蔡老师啊 那你自己都没有做到 我们读圣贤书的人 很怕哦 别人说 你自己都做不到 突然很紧张 我问他说 为什么你觉得我没有做到 他说你现在 离家这么远 你哪有可能 早上问一次 晚上啊 问一次 现在电话很方便啊 早上可以打 晚上也可以打 那他说 你自己也没有做到 我就跟这位老师说啊 我说 假如我早上打一通电话 晚上又打一通电话 我妈妈一定会骂我 他说啊 你不知道长途电话费 很贵吗 所以我们啊 学习这一句 成婚定型 最重要的 要安父母的心 所以只要啊 我固定 比方说礼拜六 晚上 打回家里去 妈妈一定坐在那里 甚至于电话声一响 他马上可以判断 儿子打来的 而在每一个礼拜的电话当中 我们一定 详详细细 把我们在那 这一个礼拜的工作情况 生活情况 跟妈妈报告 让他了解 让他不要操心 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做到自己的言语行为跟德行 能不让父母操心 这个最重要 假如我们 面对工作 面对家庭 没有办法处理好 纵使每天 打三通电话给你妈妈 你妈妈会放心吗 所以我们学习要抓住 每一句教诲的本质 好好啊 去落实 所以 成则醒 婚则定 下一句是 出必顾 反必命 要出门的时候 要跟父母讲 我们要去哪里 回来的时候 也要跟父母报告 已经回来了 其实孩子这一些习惯 都很重要 不要小看了 每一个细节 当孩子懂得成婚定型 他每一句对父母的问候 都在提升父子之间的情意 每一个出必顾 反必面 都是在让他了解 我所有的行为 都不应该增加父母的担忧 所以 曾经有一个学生 他下完课以后 回到家 完全都没有跟家里的人 打招呼 马上就跑进书房 去打电动玩具 过了一个多小时 他的母亲以为他 没有回家 打到学校来 说有没有被老师 留在学校 打来的时候 我一接都已经下课 一个多小时 怎么可能还没回家 他妈妈很紧张 然后就说要不要报警 我说先不要 你在家里面 再仔细找一找 后来一看 窝窝在那里 打电动玩具 让父母 多操了很多心 所以一个好的习惯 一定要养成 那除了对父母要出臂固 反臂面 对家里 比方说对太太 要不要出臂固 反臂面 要啊 要对于 关心我们的人 我们都应该让他 安心才对啊 这应该是做人 应该互相 体谅 所以要去哪里 要跟太太讲 但是现在 夫妻之间 有没有这么真诚 坦诚 假如夫妻之间 不坦诚 还要遮遮掩掩 那这样几十年相处下来 会非常辛苦 所以持家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啊 没有秘密 那相处起来 真诚 互相包容 非常的 轻松 自在 所以去哪里 跟太太讲 然后 当我们确定啊 不回家吃饭 一定要提早 告诉太太 你不要说 已经决定不吃饭了 十二点才打回来 那太太都已经怎么样 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我们不能啊 糟蹋别人 对我们的付出 跟关怀 我们应该珍惜 应该体谅 所以呢 也应该提早 打电话回来 告诉妈妈 或者告诉太太 告诉家里的人 让他们不要白忙 一场 当亲人之间都能互相体谅 那就家和万事心 除了在家里要出壁故 反壁面 我们在工作 在公司里面 其实也应该出壁故 反壁面 比方说 你临时有事 要出去处理 假如你没有告诉其他的人 到时候临时有一件事 一定要问你 人家又不知道你去哪 那会怎么样 大家会 非常的焦急啊 那长官对你呢 也会颇有怨言 到时候对你啊 就觉得不大信任 做事啊 不稳健 所以我们懂得 我现在要去哪 二十分钟以后就回来 还是说我现在去办事情 假如临时有事 要我处理 赶快啊 打我的行动电话 这个时候你可要 把行动电话打开哦 不然到时候又灌机 人家又找不到你 那就气氛就很不好 所以这个出壁故 反壁面 就是让我们很敏锐的 了解到 让身旁周遭的人 不要因为啊 不知道我们去哪里 而交集 然后我们也常常体会 我们的一言一行 是否有造成 别人的负担 从这里啊 去用心 去用功 好 居有常 业无便 居有常 业无便 这个居啊 我们可以 在几个角度当中去看 居有常 业无便 在学业 学生时代是学业 出社会呢 事业 结婚了呢 有家业 无规则 不成方圆 所以你的生活 要很有规律 你的 学业 你的事业 你的家业啊 才能够 经营 得当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 学生 孩子 有没有 居有常 常常 遇到礼拜五啊 放假了 开始很放纵 有的看电视啊 看到半夜 还有的去跳舞 跳通宵 隔天礼拜六 礼拜天 拿来做什么 睡觉 睡了 补得回来 还好 补不回来啊 身体一点一滴啊 在耗损 那我们为人 父母啊 看到孩子 这样的行为 应该怎么样 不可以放纵啊 要及早 修正 应该是他 从小的时候 就不应该啊 在礼拜五晚上 让他 肆无忌惮的 去看电视 因为你只要 开了一个先例啊 有意 就有恶啊 无三 不成灵 那我们要清楚 一个人的 坏习惯 那一 养成就很难戒掉 所谓 玩物啊 上 智 更何况啊 现在的孩子 都没有 智相 那他在 玩物啊 就真正啊 欲令 自明了 真正啊 都沉溺在 在这个玩乐当中 不能 自拔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报纸上 一些学生 因为上网啊 都上到半夜 延伸出哪些问题 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 为人长辈啊 要特别谨慎 因为很多高科技的东西啊 我们是为蒙其力啊 先受其害 我们看学生 这么早就接触网络 请问 学生研究学问的精神 提升了吗 他们的道德学问 提升了吗 没有 因为孩子的定性 还不够 你又没有去 关心他 上网的情况 往往啊 可能会接 交到一些不好的 网友 那他又没有判断力 又没有理智 因为没学过经典 所以网友给他几句啊 甜言蜜语 他可能就 误入 歧途 人生啊 很有可能 一丝足成 千古恨 所以当孩子真正遇到 犯的过失 很难弥补的时候啊 那将是父母一生的遗憾 所以不可 不谨慎 还有一位山东的大学生 半夜常常打电玩 都是打那个 杀来杀去的 结果打到最后啊 脑神经异常 常常啊 都会感觉到 很多人要杀他 他就把这个情况啊 告诉他的老师 他的老师听完 觉得不对劲 赶快通知他的父母 他父母 赶过来 要接他 但是还没接到啊 这一个学生已经在街头啊 拿着刀啊 砍伤很多人 其中有几位啊 已经致命了 所以你看 玩物 上智 这一错啊 人生就 毁了 所以 所以 诸位家长 要让孩子的学业上轨道 要让生活 有规律 要有固定的 读书 习惯 那很多家长又想 哎呦 很难啊 现在孩子这么爱玩 我们好像都会往 坏的地方 去想 那你都往坏的想 当然孩子就 被你心想 怎么样 事成 我回想 我们 我跟我两个姐姐 从小 不看电视 那个时候电视也很方便啊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看电视 我的父母啊 从来没有说 你不要看电视 他们是 只要 晚餐 吃完饭 两个夫妻啊 就到房间里 看书 那时候我年纪还小 打开 父母的房间一看 父母再看书 那年纪这么小 敢不敢坐在 电视机前面 大摇大摆的 看电视 敢不敢 那不敢嘛 所以很自然的 就自己啊 有两个姐姐 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啊 上楼去看书 所以我记得在初中 高中时代 我母亲 上楼来啊 不是叫我们看书 都是叫我们 去睡觉啦 不要再念啦 所以习惯 成自然 所以其实教育孩子 没有想象中 这么困难 最重要的 要以身 作者 所以父母对学习 居有偿 孩子啊 也起而 效法 好 那面对 事业 也要 居有偿 假如我们工作 不稳定 常常啊 换来 换去 这个最担心的啊 莫过于 父母 说到这里就很惭愧啊 因为 我毕业 一两年左右啊 就换了将近十个工作 所以在这里 忏悔 但是 诸位朋友 你们要体谅我 为什么 我换十个呢 因为我在摸索 就觉得 不知道哪一个行业啊 是自己真正 想要追求的 所以 说起来也很可悲啊 读书读了十多年啊 也不知道人生 要往哪里走 那 我的父亲非常好 他抱持着一个态度 他对我说 你好好去摸索 只要在我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我都支持你 所以 有这么好的父亲啊 我就可以大胆去尝试 当然了 在这个过程也做了生意 花了他一点 小钱 不过我父亲都 都说好 就当做你的 补习费用 所以后来啊 因缘际会啊 我去代课两个月 教的是一二年级的 一年级的孩子 站起来啊 比我的腰还要低 但是因为 也从来没有人 叫我去当老师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适合 所以我就很害怕 我说你去找别人吧 不要找我啦 我从没想过要当老师 人生很微妙啊 常常都会有 你意想不到的剧情啊 到你面前来 这个时候你要稳下心来 看看 说不定啊 好缘分就来了 我把它推掉以后啊 过一个礼拜 他们又来说 真的找不到 代课老师 这个时候呢 我们心理想 不能拒人啊 一千里之万 所以就咬着牙根呢 去带 结果带了几天啊 很累 当老师真的累 尤其心理的负担 每一天都希望孩子 有成长 有安全 但是累了几天啊 突然呢 很高兴 我说我终于找到啊 一个工作室 真正对社会 有帮助的行业 所以安下心来啊 把那两个月交完 回到家里啊 我马上就去准备 考师范院校 后来也很顺利啊 一路这样走过来 当然其中啊 还伴随着信心 因为我们绝对不是为了收入 而来 而是为了 教育的使命而来 所以我相信呢 孔夫子 孟夫子啊 冥冥当中呢 会保佑我 而且我又没交女朋友 很多同学都交女朋友 他们心不专 那个时候啊 人有志向啊 就会把方法都找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 在上课的时候 是绝对比念初中高中 更用功 那时候的目标就是 这一节课听完啊 绝对要通通都会 不能打包回家 所以那时候念书的状态 特别好 所以真的志向啊 对一个人 特别啊 重要 所以也很顺利啊 考上了 就一路啊 都在从事教育 那由于我自己啊 找到了人生方向 所以也能够 居有长 业无变 所以现在我的父母啊 对我很放心 我在海口坐了四个多月 刚好去年过年啊 我回家 一进门啊 我就跟我母亲讲 我说母亲啊 你的修行很不错 我妈妈听了 愣住了 你在说什么 我说我这四个多月工作啊 心里面呢 都没有担忧 都很积极努力 代表啊 这四个多月呢 你在家里都没有操心 都没有担心我 让我无后顾 之忧 其实啊 父母对我们的担心 我们能不能收到 收得到啊 假如我们收不到 是代表 我们对父母的这一份 关怀心 不够啊 所以 古代 孔子的学生 曾生 他有一次上山砍财 刚好啊 家里来了 他远方的朋友 他母亲一想 人家打那么老远过来 假如还让人家等 甚至没见到啊 这样就很失礼 但是曾生又不知何时回来 所以他母亲啊 拿着针啊 往自己的手 扎一下 针身在山上 马上觉得 心狠 脚痛 哇 一定是家里有事 马上 快步 回家 一看到妈妈 跪下来 母亲 有什么事吗 你好吗 他母亲啊 才跟他说 因为 有朋友来找 勤急之下 才戳了自己 用针啊 戳了一下手 所以诸位朋友 母子啊 确确实实 连心 我刚好在 海口那一段时间啊 有一天 半夜十二点 刚躺床上 突然觉得 心脏不舒服 因为我没心脏病啊 所以说 怪怪的 可是已经半夜了 打电话回家 不方便了 所以就 隔天啊 才打回去 结果隔天打回家 我妈妈说 昨天半夜啊 他本来是要去吃 就是可以让自己 睡得比较好的药啊 结果吃成 血管扩充剂啊 所以 这半夜很不舒服 所以我们当儿子的 确确实实 可以感受到 所以我们的学业 我们的事业 要让父母 安心 还有我们的家业 夫妻相处和乐 父母放心 下一代能够教育好 也让父母放心 孟子有说啊 不孝孟子不孝友善啊 无厚伟大 各位朋友 什么叫无厚伟大 生了个儿子 就是有厚了吗 结得太浅了 假如生了一个败家子啊 那爷爷爷哪里 觉得不如 还被气了可能都半死了 所以无后为大 更深度的意思是 没有教育好 他让他丢了父母丢了祖宗的脸 那真是无后为大 所以要让父母能够对我们的家庭放心 那我们确实要好好长智慧 跟太太相处能融洽 只要夫妻融洽 孩子应该都可以教得好 那夫妻相处怎么融洽 现在不争的事实 离婚率怎么样 很高 我记得我第一次在海口 跟一群朋友坐下来 然后 在吃饭的过程 我了解到 同桌有四位女性 三个已经离婚了 还有一个 孩子才一岁多 准备离婚 这位朋友 看到这样的情景怎么办 我们实在不忍心 看到又有一个孩子 因为他父母离异 而造成他人生的遗憾 所以就找机会 想要谈谈这个夫妻相处 希望能够力枉 狂大 把他这个要离婚的念头 把他扭转过来 结果鞭吃 我就画风一转 我说 夫妻相处 只要守住一句真言 保证夫妻 白头 偕老 我们讲话的时候 要有信心 结果我这个同事 眼睛马上 瞪得很大 耳朵都竖起来 静静要听我讲 我说 从结婚到老 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 只看对方优点 不看对方缺点 我讲完以后 这位女士 眉头伸索 有没有看过眉头伸索 有的还可以把苍蝇夹死 哇 他说了一句话 蔡老师 好难哦 诸位朋友 难不难 欣赏别人 欣赏太太先生 这么难 有一次我在诸海演讲 我刚讲完 只看对方优点 讲完以后 那一位太太就说 蔡老师 没有优点 我接着跟那个女士说 我真是佩服你 你先生完全没有优点 你还敢嫁给他 所以你看 人都很健忘 都情绪用事 我就引导他们 我说 你们回到 当初夫妻在相恋的时候 在谈恋爱的时候 你有没有听过哪一个人 他说他在热恋 然后说 我好痛苦哦 有没有 不可能吧 那为什么在热恋的时候 能够情人眼里 那这句话的味道 你不就抓到了吗 因为都看什么 对方优点 而且时时都想着 哎哟 我能替他做些什么 打开报纸 眼睛都一直看 哪一部电影特别好 哪一个地方又有书展 又有什么活动 可以带着女朋友啊 一起去玩 那一段时间上班呢 一看哎呦 怎么才四点半 怎么时间过那么晚 五点要跟我女朋友 共进晚餐 所以那个时候 只有一个念头 我能为对方啊 做什么 所以这样的态度 就符合我们昨天说的 哪一个字啊 爱嘛 用心感受对方的需要 所以当对方是这样对待你 你当然内心啊 会非常喜悦 好 那这是在热恋的时候 我能为对方做什么 当结婚了 那个结婚证书一盖下去 哭 念头怎么样 变了 本来是我能为对方做什么 那一个章盖下去以后 就变成他应该啊 替我做什么 就处处要求 所以结完婚之后就压力怎么样 比较大 所以相处久了 就会有一些摩擦 产生了 慢慢就不懂得 感谢对方付出 不懂得互相包容 换术 所以诸位朋友 一念之差 从哪里到哪里 从天堂到地狱去的 所以天堂跟地狱不复杂 只在一念之间 所以有一个人 刚好有一个机缘 遇到小天使 小天使跟他说 我带你去看天堂跟地狱 我带你去看天堂跟地狱 你要先看天堂还是地狱 这一位朋友说 我先看地狱 结果到了地狱啊 看到有一排长长的桌子 差不多一公尺宽 有两排的人啊 对坐 然后两个长行都坐满的人 中间摆了很多菜 结果一喊开动 因为他们的筷子 都是一公尺长 一喊开动 每一个人想到谁 想到自己肚子饿 菜夹起来 蒙网自己的嘴巴塞 结果因为筷子太长了 都在中途怎么样 两边打起架来 然后没有夹起来 很生气又骂对方 越骂越凶 菜都掉满地 他们活在哪里 地狱啊 都是互相指责 互相谩骂 这个人看啊 内心很难受 说我不看 我要看天堂 结果呢 小天使带他去天堂 一看 桌子还是那一排长桌子 筷子还是这么长 菜还是那些菜 他就很纳闷 静静看下去 结果很开动 说有人拿起筷子 不慌不忙 一夹起菜来 先放在对方的嘴巴里 帮对方夹菜 有一个人人缘特别好 突然之间有三个人夹过来给他 他说哦慢一点 我快要噎早了 所以你看 当每一个人处处为对方着想 那一口菜吃下去 不止肚子饱啊 还有什么饱 情绪也很欢喜 所以这个故事就流露出来了 天堂跟地狱 只在一念之间 刚好我曾经到海口的乡下 去演讲 那一场演讲 很有意思 还要带翻译 因为当地是海南人 他们讲海南话 我就听不懂 所以他们的镇长 跟副镇长 都一起来参加 这样的父母官啊 也非常难得 这个镇长 听完我讲的 然后就翻译给他们听 所以我讲的笑话 都要绕过去 然后他们才会笑 就刚好也讲了 这个天堂跟地狱的故事 当天晚上 因为七点多 还有一场是对他们 这个乡里面的一个小学演讲 那晚上呢 镇长副镇长陪我们吃饭 结果呢 这个镇长跟副镇长 就一直夹菜到我们的碗里面 我们旁边一位李老师 马上就说 我们来到天堂了 所以你看 当我们都能够 学到这一些做人主事 大家马上把它用在 人与人相处 用在生活 那整个人与人的互动 就会非常的愉快 所以相信 诸位朋友 您现在吃饭 也会觉得很愉快 因为会听到 有一位 我们的同学会说 大家请慢用 当别人 以礼貌对我们 我们就会很舒服 诸位朋友 您不要小看这个动作 一个孩子 从小就能够顾虑到 他的行为 对于别人的影响 比方说 今天 假如同事一起吃饭 你吃饱了 马上一声不响 就走了 给别人什么印象 旁边的人说 我刚刚有得罪他吗 另外一个同事说 他是不是昨天 跟男朋友吵架了 所以礼貌 是人与人之间 很优美的距离 所以我们起来 能关怀到别人 你们慢用 我先离开了 人与人就 相处得很融洽 所以从生活的小细节 就能够让他 实实懂得 以礼 派人 好 所以 我讲完这个故事 最主要 最主要 就是要告诉大家 其实夫妻相处 最重要的还在 心态 当我们常常懂得 欣赏对方的优点 那对方 他也会觉得 我应该越来越好才是 所以夫妻相处 虽然我没结婚 不过听说我最叫做的就是谈夫妻相处 一个人 不一定要亲身经历了才有经验 我们可以 多跟别人学习 因为我曾经在 杨老师家 处了半年 常常看到他们夫妻相处 的一些诀窍 我记得 不管是 老师还是师障 一进门 他们一定会说 我回来啦 屋里面的人 不管在忙什么 一定怎么样 放下手边的工作 走出来 啊 你回来啦 不要小看这个亲身的问候啊 当这个问候不见啊 人与人的距离怎么样 越来越远 很多人 家里的人一进来 头都怎么样 滴滴的 继续在那里看报纸 没有任何表情 爱的反面啊 不是恨 是冷漠 冷漠比恨 还有杀伤心 你恨有时候发发脾气 骂一骂 感情还可以交流交流 是不是 但是假如 对对方的付出 都视若无睹 那种冷漠 会让人寒心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上课当中 刚好是对小孩上课 有一些家长陪同 一起在听 有一位孩子坐在中间 他的爸爸跟妈妈坐在两旁 刚好我跟孩子提到 我们一个善的念头啊 可以让水啊 结晶得很漂亮 你跟他说 我很感谢你 我很爱你 那个水结晶很漂亮 但是你假如说 我很讨厌你 我很恨你 那个水啊 结晶得很丑陋 后来我们就拿苹果来做实验 一颗苹果放在前门 一颗苹果啊 放在后门 前门都是称赞这个苹果 后门啊 就是骂那颗苹果 真理要靠什么 靠自己去印证啊 结果一个礼拜下来 确确实实 前面那个苹果比较光滑 后面那个苹果啊 已经有几条作纹 结果呢 我一个朋友就说 来 这一颗被骂的苹果给你吃 你要不要吃 哇那一颗吃下去 是不是就把这些骂的言语 都那吞进去 所以还有一个实验啊 是拿白米饭做实验 就放三碗白米饭 一碗啊 是称赞他 哎呦 就是因为有你 让我们身体得到营养 第二碗呢 就是骂他 你怎么这么难吃 第三碗啊 是不理他 我都不跟他讲话 结果一个礼拜下来啊 第一碗饭 有点发酵了 香香的 第二碗饭啊 发臭啦 黑黑的 第三碗呢 发臭 而且比第二碗还臭 为什么 冷漠啊 你都不理他 所以各位朋友 冷战比较厉害 还是热战比较厉害 热战 还比较不会得癌症 冷战 很容易得癌症 很辛苦 很痛苦 结果我讲到这边啊 那个孩子的父母 坐在他两旁 这个先生啊 就看看他太太 手还伸过去 拍拍他太太的肩膀 然后看着他 我虽然不知道他讲什么 我从他的眼睛 了解到 他说你看 老师在讲你 我在讲台上啊 替他捏把忍汗 我就看他 他太太啊 玩过头来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我在那里想啊 我说这个男人实在啊 很不敏感 少一条筋啊 他都没有去体会到 为什么太太跟他忍战 其实啊 女人哪有这么难相处 我在想啊 一定是啊 太太帮他付出一大堆啊 他连一声 肯定称赞都没有 所以啊 这个太太常常生闷气啊 闷久了 就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呢 我们男士要记住一句话 叫 好话一句啊 做牛做马 都愿意啊 所以要多肯定太太 今天吃菜呢 吃的时候 一定要怎么样 哎呀 这个菜怎么煮得这么好吃 这个饭怎么煮得这么香 你太太说不定又说 我再去给你煮一样 叫你吃吃吃吃 吃的都快吃饱了说 哇 怎么这么难吃 你太太可能会给你怎么样 罢工三天 所以这个要处处肯定对方 所以 有一次啊 师葬走进门 杨老师呢 过来说 啊你回来了 然后又看到啊 师葬提了一些东西 马上啊 上前去呢 帮他拿这些东西 然后就对着他先生说 哎哟 来就来 这么客气 还带那么多东西 所以我们说 夫妻相处啊 家人相处 还要多一点是吧 幽默感 然后要记住哦 不管啊 先生买什么东西回来 不可以啊 闲东闲西的 说不定他挑了半天 挑了几个漂亮的杯子 你马上还没有 没有帮他提 还不打酒 马上又说 你怎么又买一大堆 没有用的东西 他会觉得啊 他的热忱 被一桶冷水怎么样 浇下去了 然后常常啊 因为师葬 他的手艺特别好 又会煮饭 又会泡茶 我观察之下 可能都是被杨老师怎么样 称赞出来的 那个泡茶一喝下去 哎呦 怎么有人可以把茶泡得这么香 有时候切水果 切柳丁 一吃下去说 哦 这个柳丁切得真甜 所以常常欣赏对方啊 对方就会越来啊 越觉得他很有价值 越来越懂得帮你的忙 所以当今天你的先生心血来潮 帮你洗碗 你应该怎么做 你走进去 哎呦 怎么洗都洗不干净 这个时候要按赖你 这个不悦 比方说洗了五六个 说不定就有一个洗得特别干净 你就要把那一个拿出去 说哦 你看洗得这么干净 我第一次洗碗也没洗得像你这么干净 那你看他下一次帮不帮你洗 他下一次一定会帮你洗 因为他得到肯定了 所以多一些包容 多一些肯定 夫妻关系啊 会相处得很好 那人与人相处啊 只要你遵守 一个好的方法 叫适色法 一定能与人相处得很融洽 这个是人际关系法 第一个 叫布施 换作现在的话 叫做多请客啊 多送礼 所以夫妻之间假如 常常可以馈赠一些小礼物 太太的心中就会觉得 哇这个先生走到哪 都会想到我 所以我们出差的时候 绝对啊什么都可以忘 不能忘记帮太太买个小礼物 那你不可以一买就买一个珍珠哦 这样会受不了 礼亲啊 情义重 那刚好太太生日了 或者结婚纪念日啊 就要带太太啊 去吃个馆子 说哎呀你煮饭真辛苦 来我们去吃馆子 你这一份心意啊 会让她觉得付出 很值得 第二个是爱语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话 多给予对方啊 肯定 多给予对方啊 一些安慰的言语 当然啊 这个爱语不见得都是好听的话 爱啊 是真心关怀对方 那我们 当太太的 要能相夫啊 教职 所以面对先生 有一些过失啊 我们也要给予规劝 当然规劝啊 也要注意态度 注意方法 应该用什么态度 地址规有没有教 所以地址规能不能解决夫妻问题 可以啊 你看 善相劝 得皆见 见人善 及时起 那你都看对方的优点 他就很喜悦嘛 再来恩欲报 怨欲望 你时时都想着 太太的辛劳 先生的辛劳 那关系一定很好 那牙齿跟舌头都会咬到 更何况是夫妻 怎么可能没有摩擦 但是你不往心里去 怨欲望 所以 诸位朋友 不要小看地址规 可以解决你 人生 各种 问题 所以爱语 也包含 规劝 对方 再来 例行 例行 因为啊 人 往往啊 会望东 望西 那我们常常啊 帮对方 记住一些重要的事 他可能突然会觉得 哎呦 幸好你帮我记住了 不然可能啊 我到时候 不知道要 多花多少 冤枉的时间 跟金钱 就是时时处处啊 想着如何 方便对方 利益对方 比方说 今天先生刚好 上班比较晚回来 那我们要表达心意 就要把走廊的灯啊 打亮 让他不会觉得 回家呢 乌七妈黑的 然后呢 在桌上写一张 字条 写着 我帮你煮了一碗面 辛苦了 吃完再睡觉 是吧 这样也是例行啊 让他觉得 他工作在新老 都有一个人啊 陪伴着他 最后一个 同事 夫妻 共同有什么事业啊 家业嘛 把家庭经营好 把下一代啊 教育好 所以夫妻常常能够就 孩子的教育 多做 沟通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 是很多家长 觉得 比较需要突破的问题 那我们在 把这些正确观念 跟另外一半讲啊 态度也不能太强 你可不能 跟你先生 回去之后说 从今天开始 教育孩子 你都要听我的 可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啊 你不能说 我已经听过 蔡老师讲课了 以后都听我的 你假如这样 我以后不敢来了 因为我走在路上 可能会有人过来说 你是不是蔡老师 我一定会说 我不是啊 因为他已经有杀气过来 所以同事要建立 共同的正确观念 我们可以透过啊 一些像杨老师的带 带子 地址带子 或者我在香港 有路的带 慢慢一起建立 共识 好 那这一节课 先上到这边 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